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持梁錦祥 鐵艦 古今一百場戰役 又跟大家見面 首先問鐵艦有什麼問題 假如兩個人打架 或者比武 結果很快見到 第一方幾秒鐘後KO對手 究竟是贏過厲害還是輸過差 兩樣都有吧 那個是差,那個又厲害 一定是相差很遠 大家的水平相差很遠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是一個經典戰役 可以說是textbook case textbook case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軍下 如果你去研究軍事歷史 一定會去觸及這個題目 亦是一個近代的戰役 大家看到後面這個人 叫山下鳳曼 他號稱是馬來之虎 馬來之虎 馬來之虎 即是馬來之虎 極威的 極威的 我看回整件事 我覺得他真是 不一定的計畫 但他整個部署 或者打法 事實上是一場經典的戰役 這就是近代二次大戰的馬來亞戰役 或者是新加坡保衛戰 也都是在東南亞歷史而言 東南亞歷史而言 相當相當之重要 即是講一百場戰役 不能不講這一場的戰役 鐵南山下鳳曼 你有看過他的資料嗎 有看過 他說他最初屬於精俄派 不是精隻俄 是精俄羅斯 原來日本分兩批人 他本身出身不是一個貴族 所以他都是捱出頭 在軍部裏面不是很受重視 但是他屬於親去精俄 就不是很親精華那班 精華就是親打中國 他覺得應該打俄羅斯 就不應該打中國 所以他跟當時的一些主流 是有少少分野 技術的名詞是這樣的 一個叫統制派 一個叫王道派 兩派的爭詞在日本軍方 在以前之前是相當激烈的 是 這個人有好幾個 其他就是他打這場戰役 整個部署 他如何量度 或者他執行上 鐵南會講比較詳細 第二個就是 到了現在還有一個謎團 陳美芝很多年前說過 山下鳳曼寶藏 山下黃金 不止黃金 不止黃金 什麼都有 那個謠傳放了地方在菲律賓 他放了菲律賓某處 普通人是找不到的 聰明人才找到的 還有他死前有一句說話 是 他是戰犯 鴿級戰犯 判決死刑 死刑 死刑 日本以後 應該去教好一些女人 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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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日本 其實 在 特別在戰後 女多男少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很多時候 他們不會有一個父親在場 去養育穀的兒子 所以最重要 那些女人要好一點 否則會很糟糕 而且他死的時候 他很不相信 他說 他說 他之所以被問 搞刑 搞刑 原因是 他打出場仗 這是他的怨分 還有他認為 當時發生很多大屠殺 他跟他自己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 這些事情 是否不是很公平 那你怎麼會不關你的事 你這麼高級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不是我下手就不關我的事 神經病 我怎麼會這樣算 你這些馬祖都關你的事 是啊 他們沒有這個 背飛的概念 但是 我們可以分幾個層次去說 其一就是 他從戰術層面 戰術 戰術 戰術就是一個 很經典的例子 是 說的是幾萬 為什麼打到對手十幾萬 可以投降 而且在事前 大家覺得 力量對比是調轉的 是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始說的 比如說 那個對比就是 以事前 如果打擂台 好像這個 這個 這個 對輸的 就是後來輸的方 是佔優的 是 無論是身材 無論是技術 是全部看得到一線 是 但是他竟然是可以說 就是用一個相對比較少的兵力去 去 扔雞 他只是一個 我覺得他的戰術是 令到英軍 尤其是接收的訊息 是令到當時的英軍 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些英軍 是真的會害怕的 害怕的 所以也跟打架一樣 我經常有一個概念 打架 不一定要打 即是要去 肉搏大家 即是去 搏脫 不是搏脫 首先第一件事 一埋牙你要令到對手害怕 氣勢 氣勢 他很善用 即是心理的戰術相當之成熟 但是鐵男 你看到這個人 他 是不是目露空光 不是 我覺得他的樣子 是頓底的 頓底嗎 頓底的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逢去 他們去拍照 或者放姿勢 一定有把武士刀 一定有把武士刀 他們把它承繼回 日本武士的精神 後來他們都說 日本沒有武士精神 都要復甦 不奇怪 所以又是軍人 沒有理由不要武士刀 我對這件事的理解 他們自己 都是主觀上 認為自己是武士 不是純粹將不將軍 事不事兵 覺得自己是一個無事 無事是一種生活或生命的運動 對 這是一個態度 不是說我放了工之後 我就不是做這件事 美國佬可能是 美國佬可能放了工之後就是 如果你看到那些司令官 放了工後回家 是聽老婆說的 是賭垃圾的 真的 但這些不是 這些是整套生活放了 它是整個風格 整個生活的態度 就是一個無事 無事不一定有官職 而是整個意識形態就是一個無事的意識形態 它就是要承擔一些 例如國家什麼事 他們說 如果打輸一場仗 美國佬投了行就算了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要承擔責任 他們要自殺 要切副 自殺是不能夠代表國家 切副 切副 痛很多 你想想 切副 我當時都告訴你 我見過那把刀 短刀我見到我都拿不到上手 你叫他拿東西自己 自己劏開 寫了十字很難 我始終日本人是一個很 在那個年代 我想現在未必 他們變了重 但在那個年代是一個很奇特的民族 我想到現在還有一部份很堅持 武士的精神 只不過變成很少數 不是一個主流的氣氛 剛才鐵南美說到 黃道派和統制派之間之爭 是 文說他和老鼎都相當不合 沒有 其實黃道派發生了一件事 叫做帝都不祥事件 就是因為他們想著 他們覺得 剛才台長說的統制派 是一群不好的人 是壞人 是壞人 而且有些曹操的感覺 就是歉天子而令諸侯那一隻 所以他們覺得 他們經常覺得天皇 聽錯了這群人 做了很愚蠢的決定 但是他們不會把天皇 他會把身邊的人 天皇是最高最神聖 他不會把天皇 他覺得那群人不對 所以他們發生了二六事件 也叫做帝都不祥事件 就是所有的黃道派的人 就去 政變 政變就是失敗了 但問題是政變 本來他們的意識就是 我們是要將那個 好似當年明治維新 要大政歸還給天皇 但其實這件事發生 這個政變 天皇都不贏 因為這群人 全部都是中下級的軍官 這個不是上面 但日本當時發生一個 很普遍的現象就是 中下層的軍官是不守制約 全部都是開拖 暗殺 暗殺 所以當時日本手上 是一個相當不好做的位置 很多時候 被人天誅 然後又被人暗殺 他們叫天誅 就是替天來誅殺一些叛逆 那叫天誅 但他們不是失敗 而是失敗 而是失敗 很多人都要自殺 全部都要自殺 這件事令到 當時鳳鳴哥 他打算不做 後來被人挽留 但就把他丟到韓國做官仔 所以他一直的仕途 都不太暢順 還有他就算打贏了 後來打贏了新加坡的場獎 竟然是鄧東菇 很奇怪 因為他跟日本後來的首相 就是東條英基 是很不對的 東條英基很不相信他 所以贏了之後 反而不是星官 就調了他去滿洲 對 滿洲國 就等於在香港 調他手水堂 但是最大的又怎樣 到不止 就把他拿出來 對 直到1939年 就把他丟到大阪 做了第四師團長 很有趣 他的仕途 可能出身 加上他親近黃道派 導致他在主流日本軍事系統裡 得不到重視 但他有沒有料到 他也有料到 即是他那個部署 可以打馬來半島 那樣的戰役 他的部署 是非常之細緻的 以及海陸空 都有其著的 後來的下場 就是他要民調 因為他太多大屠殺 和有關 說到大屠殺 我覺得很值得 香港 譬如說 所有華人都知道 因為適合到日本 以前的大屠殺 一說成就是南京大屠殺 其實是不止的 日本的大屠殺 當然是輕足難輸 但有三場 大家要記住 因為他屠殺 中國人 只是記住 其中一個人在新加坡 新加坡叫做 宿清大屠殺 宿清大屠殺 主要是針對當地的華人 那個理由 我們可能將來會再講 但一件事很重要的是 其實當時宿清大屠殺 幾乎殺了李光耀 親自殺了他的國父 親自殺了他的國父 親自殺了李光耀 但李光耀在他自己的寺院講 他被捉了之後 他就想了解 離開了 離開了 結果當時 只是純粹做一個 不是那麼嚴謹 捉到便殺 但有些人 還有一件事 因為當時日本也沒有那麼多人去處理 所以也讓他離開 讓他離開 離開後 對後來東南亞歷史有很大的影響 還有他當時殺華人 有些狀態 可以殺 由十正信 鳳文的馬仔 這個將來要詳細介紹 因為實在是一個奇人 奇人 這個人定了一些條件出來 Mindian要殺 有一個很奇怪的 有一個人說 他基本上參加過中國救濟基金的華人 都要殺 你捐個錢都要死 所以你想想多藍 都很隨便 但是剛才你說的 我要補充一點 雖然他列出了一條件 但對於執行的日本兵 其實殺賽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他捉了一個 不是中國人 沒有人會背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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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李光耀逃得是一個 非常之幸運 但是逃得逃了 後來歷史又出現了 又改變了 但是我剛才說的 三個大圖 大家記得 其中一個是南京大圖殺 新加坡 宿稱大圖殺 宿稱是宿稱華人 所以叫做宿稱大圖殺 第三個是馬尼拉大圖殺 馬尼拉大圖殺 但是更加要記住 是投降我之後殺 投降之後 在馬來西亞那群日本軍官發癲 就見人殺 殺韓將 殺韓兵 殺市民 跟軍事無關的人都殺 但同樣事件應該在香港也試過 在大圖殺 香港也試過 是投降之後殺 又是殺市民 是呀 即是殺到傻了 即是瘋了 即是殺到傻了 即不是殺到傻了 即是他忍受不到投降這種 即是投降很便宜 即是殺了你 但你要了解一件事 即是待會我們也會說 即是日本投降的時候 發覺他不是在本島投降 他是在境外投降 即是你明白嗎 其實對他有些人來說 他覺得未輸 即是他覺得自己還可以打 即是他覺得自己還可以打 即是你看看 後來真的未打到本島 即是未打到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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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要拿兩顆原子彈 即是我們平常玩的戰爭棋 都是一樣 你一定要是那些步兵進去 才會贏 即是步兵未進去不算 即是未進去不算 即是未進去不算 第一次大戰也是 為何德國佬不相信 德國佬又是境外投降 即是未打到自己本島 即未徹底輸 即是未徹底輸 他覺得未輸完 那一場很慘烈 但不知為何呢 譬如新加坡和菲律賓 到現在都沒有怎樣看 但新加坡曾經在50年代 曾經一段時間 要求日本徹底輸賠償 日本賠償 就是這件賠償 但日本就不理他 當時郭和已經簽了 新加坡試過抵制入貨 在50年代 你知不可以說了多少日 三日 七日 都算厲害了 所以抵制什麼貨 什麼貨 就不要輕易說 因為會糟糕的 第一次我們說說 這個人 事實上是一個相當傳奇的人 下一次回來說說 整件事的背景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背景 事實上你不太明白 後面牽涉的人和事 為何這麼複雜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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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